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被判定犯有洗钱罪 星期三,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陪审团在经过19个小时的商议后 判定迪莱犯有洗钱罪和共谋洗钱罪 迪莱在判决后表示,这一判决是滥用权力和司法不公 他的律师说,他将提出上诉 迪莱曾经担任众议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 他被控在2002年图谋将企业资金非法送给参加德克萨斯州议会选举的几名共和党候选人